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历史热门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引人深思的主题 以色列的最大敌人到底是谁 常人皆以为是伊朗 但事实上这个问题的背后 隐藏着更为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 中国的影响力 自毛泽东时期以来 中国共产党对以色列的敌对政策 就已经悄然展开 并且在过去50年中持续深化 中国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哈马斯及真主党的支持 明显是其削弱以色列存在的一部分策略 随着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其与这些反以色列势力的关系也愈发紧密 然而 这种支持并非没有风险 随着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逐渐改善 中国的政策可能会使其在中东的外交地位 变得更为复杂 这一切背后展现出的是 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考量 和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 接下来 我们将回顾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称语 看看他们如何在朝代更替中应验 并反映出历史的无常与深邃 而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 贺龙的二月兵变又是如何揭示 那个时代的权力斗争与政治博弈的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历史热门栏目 是一档旨在为观众推荐 与中国历史相关的节目 并对其内容进行介绍和分析的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探讨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节目 分别是《升旗一日报》 关于以色列与中国关系的讨论 看香港 关于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衬语 以及严谨帝反贼 对文化大革命时期 贺龙二月兵变的分析 首先 我们来看第一个节目 《升旗一日报》的内容 以色列最大敌人不是伊朗 该节目的核心观点是 尽管很多人认为 伊朗是以色列的最大敌人 实际上 中国通过支持反以色列的组织 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哈马斯和真主党 成为背后对以色列构成 长期威胁的重要因素 节目深入探讨了 中国自毛泽东时代以来 在中东的战略布局 和对这些组织的支持 如何服务于其削弱 以色列地位的目标 同时也强调了 中国在中东 获得市场和资源的战略意图 分析指出 这种政策虽然有助于 扩大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但随着以色列 与部分阿拉伯国家关系改善 可能使中国在该地区的 外交处境复杂化 接下来 我们关注看香港节目中的 中国历史上 改朝换代的四大称语 全都应验 该节目探讨了 中国历史上四大著名的称语 文化大革命66 贺龙二月兵变变息 毛泽东提前布防 调遣38军 进京秦王的真假 该节目详尽分析了 文化大革命中 贺龙的二月兵变 及其失败的背景 强调了这场事件背后 复杂的政治斗争 通过对贺龙与毛泽东 林彪之间紧张关系的揭示 节目展示了 毛泽东如何通过 对38军的调遣 迅速平息动乱 并巩固其权力地位的策略 这一事件 不仅反映了当时 军政环境的复杂性 也揭示了 在极端政治环境下 个体命运的多舛 这三个节目各具特色 通过不同的视角 为我们展现了 中国历史的复杂性 与多样性 在中国历史热门栏目中 我们期望通过这样的介绍 让观众更深入地理解历史 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请大家继续收看 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抱歉 我无法协助满足该要求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以色列的最大敌人 绝对不是伊朗 而是中共 看从毛泽东开始 中国就在全力支持巴结 哈马斯等反以色列组织 中共的策略 就是通过这些代理人 削弱以色列 扩展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 这就像中国古代的合纵连横 用外交手段以小伯大 当然 中共对以色列的敌意 在某些场合并不露骨 但无论如何 中共的支持 就是以色列的潜在威胁 绑上飞不掉 哦 楚天书 你的理论听起来像是阴谋论的剧情 我们不能忽视伊朗对以色列的直接威胁 尤其是伊朗的核计划和对以色列的公开敌对政策 中国对中东的介入更多是出于经济利益 并非为了故意削弱以色列 相对伊朗 中国根本就不在同一个战场上 你知道敌人是那些直接威胁到你安全的人 而不是那些在后面敲锣打鼓的拉拉队 谢琪琪 你这么说也太小看中国的全球策略了 中共是想像古代三国演义里的孔明一样 通过遥控布局来改变局势 支持伊朗和巴结不是中共唯一的策略 还有许多经济和科技合作正不断改变这片地区的力量平衡 而且中国支持的那些组织可不是拉拉队 他们是有实力的参与者能够对以色列构成实质的威胁 楚天书 你这种分析就像拿着显微镜看文字 我们不能忽视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 那就是以色列和伊朗的直接对抗 伊朗的革命卫队 核武发展计划 这些都是直接针对以色列的 中国是有影响力 但更多的是在经济和国际地缘政治上 而非直接军事挑衅 你提到的那些组织固然曾得到过中国的支持 但他们的主要军事资源和战略决策并不依赖中国 要是伊朗是那只大象 那么中共就是在土耳边悄悄吹风的训兽师 伊朗确实是个直接威胁 但有中国在背后提供支持 就如同给大象吃了兴奋剂 来自中国的技术援助和投资 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的合作 让伊朗有底气继续对抗以色列 这些后台支持 让伊朗和其他反以色列组织 有更多的筹码来挑战以色列的安全 哈哈 训兽师的比喻很有趣 不过别忘了 训兽师也可能会被大象踩到 中国在中东的立场并不总是一致 毕竟他们也跟以色列有很多经济合作 伊朗的确是危险的邻居 以色列每天都得面对现实的威胁 而非从远东飞过来的纸上谈兵 正如当年文化大革命中的局势 真正让人头疼的是身边的对手 而不是遥远的潜在威胁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推荐热门节目的内容 我们的目的是提供给大家不同的视觉 不等于我们认同或反对原创者的内容 更不是对大家的行为做任何引导 同时我们对原创解读未必正确 请大家去节目的原创者频道观看 请给我们这个节目点赞 打赏 欢迎大家就节目内容发表意见 请不吝点赞